中央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落实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大政方针 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香港的选举制度要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 体现社会的整体利益 依法保障香港同胞广泛的均衡的政治参与 无论是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 取消部分立法会议员的资格 还是这一次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中央有关的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是为了让一国两制能够正确的设施 清理学院长 滠近月被决定 请继续 开� hoo 开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